刚过昨天开始呢 在北半部呢就已经开始变天了 最近已经开始有在听人家讲感冒的消息了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打流感疫苗 那么如果说碰到感冒啊 不管是感冒还是什么样生病啊 发烧啊肠胃炎啊 只要碰到的是周末就比较麻烦 因为大医院比较没有在看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要转到小诊所 结果卫生府宣布呢 明年4月开始要事办基层的诊所 也比照公务人员周休2日 很多人开始担心了 以后是不是生病要挑日期 千万别在周末 小朋友突然发烧 妈妈赶紧带他到家里 附近的诊所看医生 不过未来可能星期六日 诊所不见得会开门 因为卫生署宣布 明年4月起基层诊所将事办 一个月看着22天 开业医师比照公务人员周休2日 那民众质疑周末不能生病吗 我想不太适当啊 因为周休2日你像小孩昨天晚上才发烧 如果你周休2日的话我们就会比较不方便 在一般的基层诊所呢 事实上不会每个人都修共同的那两天 就像我附近的诊所呢 有人修礼拜天的 也有人修礼拜六的 也有人修礼拜三的 诊所医生表示不会所有的医师都挑周末休整 但是仍有很多人会担心基层诊所修整次数增加 病患被迫往大医院跑 基层声音很好他也不敢周休2日的啊 他周休2日他的病人过第三天之后可能都跑光光了啊 我最近有一个那个同事他去开一个诊所 他一个礼拜看七天啊 因为他觉得他营运上有压力啊 医师下个月要看诊的是时间呢 希望提前半个月就来公告 健保局强调目前周六全国看诊率是85% 周日是24% 未来也会维持这样的比率 只是政策上路配套措施似乎应该更周详 中文新闻林东民王一杰台北特长报道